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同意的话 中国换了一个制度 还是会被打压 如果不同意呢 还是接着被打压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自己的道路 其实我看到它这个问题以后 我觉得它挺有趣的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那种 不算是问题的问题 它完全是为了 来粉饰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独立的道路 那么指出的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呢 这个问题它分两点 就第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国家不会被打压 第二个就是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是有自己的必要性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美国会不会被打压 其实美国从立国之初一直到现在 它始终是在不断的被打压 哪怕是两个世纪以前 他们获得了工业总产值的世界第一 但是他们还是在被英国打压 那么通过一战二战 美国在战争的前期都没有进入战争状态 只是忙着卖武器 卖资源 卖装备 那么一战之后 美国倡议建立了一个国年 因为英国对它的不妥协 导致美国自己反而没有加入它所倡讨的国年 那么二战就尤为明显 英国在耗干了国库之后 开始用海外殖民地换取美国的支持 无论是美国的军事装备生产资料 还是美国的参战 其实都是用殖民地换回来 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超级大国 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它都是通过二战所形成的 那么前期的这个被打压到美国能够成为一超 美国人花了50年 现今的社会中 其实美国也是在被打压的 被什么人打压呢 被所谓的白祖 就是那种国际政治节目 揪着美国搏领的 让美国必须要表态 必须要援助 必须要站队 那么这么一种左翼的思潮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大碍 一直到去年 2017年 美国迎来了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 川普 美国才摆脱了这种祭盘 所以现在的国际社会中能够 给他打压的这种力量应该是不存在 从美国立国 一直到他能 挣脱所有的束缚 他用了二百多年 那么说中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个不需要讲那么多废话 其实中国一直在走属于自己的道路 那么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这个王朝时代 又记载以来应该是不到三千年 一直到最近 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的人把它视同为一个 一党专制的国家 但是呢 建国之前 斯大林就说的很明白 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农民民族主义者 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社会主义在里面 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从中共建政到现在 这个政策已经变了很多回 毛泽东时期呢是一个典型的 试图用有备于 中国传统政治的 知识模式 来改变中国 他发起了这个文化大革命 试图摧毁 试图摧毁 中国世家大族 以及旧文人 对政治的干涉 在地方上他摧毁了宗族的势力 把党小组一擀着捅到底 建造村委会 村民小组 那么 我们也知道文革之后 随着这个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 随着他们的生命结束 那么这种模式呢 他也是人亡正希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几场政变 连续的两场政变 这个华国锋对江青 邓小平对华国锋 那么从八十年代开始 在中国出现了一股独立的思潮 在这种思潮中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党政分开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这个 从49年开始 它其实建立的是一个军管的 这么一个政权 它把全国分为六大行政区 从1949年到1954年 其实是军管 那么军管以后呢 到54年 一直到文革开始之前 那么这个十年呢 它采取的是这个 人民代表大会 那么把这个 地方政府的权利 它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形成的 这个所谓的人民政府 那么它来实行管理 文革十年 它使用的是 和委会 来进行管理 那么八十年来开始 它又实行了党政分开 那么党政分开 现在我们知道到 今年修宪 基本上就结束了 因为从去年开始 王岐山、习近平 都明确地提出了 党要管理一切 那么党要管理一切呢 它这个是文革时期 毛泽东的一条最高语路 提出的这么一个观点 包括文革之后 十三大 开始修改的党章 把党的这个领导模式 那么形成文字 在党章中提出了要自己领导 到现在提出党要管理一切 这个轮回呢 其实很快 也就三十多年的事 看中国呀 其实不用那么许多 因为中国呢 它跟大多数国家它不一样 它既不是三权分立 也不是 是 威权国家 它是实行这个 一行合一的国家 这种国家不独 我们主要看到的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不是苏联呀 朝鲜啊 对吧 那么 其他一党专制的国家呢 也有 都是很短暂的一个时期 你比如1928年 北伐结束之后 到1948年 这个 国民党在大陆 召开了这个 国民代表大会 我们这一段时间呢 它叫训政时期 就国民党自己提出了一个 军政 训政 宪政 这么三个阶段 那么国民党在宪政阶段 也是实行的 一行合一的这么一个模式 在国外 我们看到这个 印度 印度利西亚在苏哈多时期 也曾经实行 一行合一 这么一个制度 那么议会作为 最高的 行政立法机构 那么它下面的执行机关 行政机关 它是围绕着它 就执行的 我们今天 看到了一个 划时代的领导人 就堪比 进会地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 它给政坛带来的一股娱乐的兴奋 比如说 我们现在听到了一个笑话 叫什么呢 这个 习近平在北大 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说他15岁 就已经开始有独立思考能力了 我们看到新华社的通稿 是以包养的这个态度 来介绍这种情形的 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 那么15岁左右呢 习近平正在坐牢 因为他父亲被这个 因为刘继丹 刘继丹这个事件 他被扣押了以后 那么这个习近平受到了一些牵连 15岁的时候呢 他正好是 处于 处于经常被审论 被关押的 阶段 不是说穷人的孩子找当家 而是 人生的青少年阶段 命运多寸 是吧 这个时候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觉得也很正常 是吧 因为第二年他去下乡了嘛 这个做知青去 也就是在知青之前 登过几天搬房 他开始有独立思考难逼 其实15岁呢 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的神童很多 像那个江郎财经的江也 我们就不谈了 那么最年轻的状元 唐宣宗时期的 叫莫宣清 他做状元的时候才17岁 是吧 你看这个最年轻的秀才 是张居正 明朝 就是搞这个一条编法的 后人把他称为叫 秦于谋国 卓于谋生 那么张居正12岁 就当了秀子 总体上而已 中国的这个 神童啊 有很多 怎么拍 也拍不到这个 习近平的 是吧 那么从他后来得到的 这个学位 我们也知道 他虽然只有出荣的学历 但是他有博士的文凭 在中国 它是属于很奇妙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正在准备为整个世界 提供 中国方案 那么 他大言不禅的 要解决 人类的未来 那么提出 要构建一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么一个领导人 他其实呢 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他一直在走 自己的道路 中共建政到现在 所谓的道路 他已经换了很多条了 不是说你要不要走 中国特色的道路 而是中国一直在走 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个道路呢 从成立之初 毛泽东时期 一直到习近平时期 他都在这 那么我们知道 习近平也好 毛泽东也好 他走的都是王朝政治的 这么一条道路 他用很多现代的语言 来装点他 毛泽东是靠微信 因为这个国家是他建立的 习近平是靠换主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重述回忆 不用去揣摩 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 因为他走什么样的道路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更不可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刻意的去打压 某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知道 联合国任何国家呢 有195个大概是 那么还有二三十个地区 那么也就意味着 现在在国际社会中 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一个共存共仁的世界 你做的对 你做的好 有国家去称赞你 去向你取悦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你去计较谁去打压你 或者你防着谁去打压你 我觉得意义不大 你想走什么道路 是你自己选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所走的道路 是被全球推走的 包括美国也不是 每个国家 因为自己的历史 因为自己的文化 因为自己的人民 甚至它的人种 他们都会选择一些 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没有必要去研究它 说谁比谁更先进 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你如果真的有信心 带领你的国民 能够迎合世界的主流 去发展自己的国家 去发展自己的经济 让你的国家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所羡慕 有人愿意来学习 有人愿意往里面移民 这就叫成功 如果每一个人 每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都想尽快地逃离这个国家 那么你应该反省一下 你走的道路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有更适合的道路 光靠你们吹嘘 这些所谓的自信 能解决什么问题 你应该是要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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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